中國問題專家、資深傳媒人以及網絡電臺主持人方德豪 7月19日接受了大紀元的專訪 他認為香港局勢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之前 隨著警民衝突升級 林鄭月娥和港府已經無力擺脫困境 港警成為港府解決政治問題的武力手段 有理由懷疑 港警被赤化 而中共更是已陷入兩難境地 方德豪質疑特首林鄭月娥於此前提出的 不會出賣香港警隊 究竟這個從屬關係是怎麼樣的 對於香港紀律部隊指揮的主導權是不是還在它 方德豪指出 2016年開始在北京調過來香港中聯辦 做這個警察聯絡部的部長 這位李光舟先生 他之前是做公安部一局的 國外安全保衛局的局長 可以這樣說 因為一局長期負責港澳台的事務 他對於港澳台的警隊的工作 也一直是有掌握 而他來到香港之後 我自己就有些懷疑 他的工作是否只是 只是單單是聯絡這麼簡單呢 還是實際上他已經變成一個 實質上的一個黨委書記 在背後是對於香港的警隊 是有實質上的指揮的一個權力呢 他認為 令人加深 港警可能被赤化這種疑慮的 就是在6月12號 大量的警民衝突之後 特區政府一直都沒有回應各界提出的 進行獨立調查這樣一個很合理的要求 他說會不會是因為在這一連串的 警民衝突背後的力量其實是不能見光的 對於警民衝突升級的原因 方德豪認為這是一場當權者的政治豪躲 而香港局勢已使中共進退兩難 方德豪表示 香港是他們存放資金的地方 如果他們做了什麼太極端的事情 就等於是搬起石頭砸他們自己的腳 所以他表示 香港局勢會向什麼方向發展 現在是最關鍵的時候 新唐人香港記者站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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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